让我们欢迎下一阶段的颁奖人 赵小乔 刘子权 我刚刚那个奖好感动 因为我自己也有常常上综艺玩很大 所以觉得非常的感动 红队你们真的好棒 然后我今天也带我儿子来颁奖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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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来原本的稿 因为他不记得 然后没办法即兴发挥 大家好 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赵小乔 好 好紧张 大家好 我是陆志权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不要紧张儿子 是的 母亲 好 今天真的很荣幸可以参加金钟舞酒 然后担任颁奖人 非常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我们不找Daddy一起颁奖啊 等你成家之后就会知道必须有人在家带宝宝 哦 对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跟你讲你Daddy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参与哦 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俩的这个讲稿跟剧本呢 就是由刘亮所金钟编剧所写的 哇 哇 OK 谢谢 我要呼喊一下我女儿 刚刚大家都有女儿 对不对 那我要呼喊一下 阿宝 点点宝宝 我跟哥哥在工作 晚一点就回家咯 嗨宝宝 我们等等见 好 我们要来认真的来颁奖 我们现在要颁的是 儿童 儿少节目类的奖项 我们要颁第一个奖 是动画节目奖 像其实动画 已经有呼声了 动画呢 其实真的是从小到大 一个对小孩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 像全全也是一个 超爱看动画 不太爱念书 然后 而且你知道吗 你从小呢 就是你在看动画的时候 我们不会让你一个人看 要吗 就是我陪 你爹地陪 不然就是你阿嬷陪 你记得吗 我记得 因为你们都会陪着我看 所以这些都是我 非常重要的回忆 那今年来呢 台湾的动画蓬勃发展 所以有很多优秀 又有创意的动画作品 所以现在的小孩呢 选择也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就等 点点宝宝长大一点了之后 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入围金钟的 动画节目作品 绝对不能错过 没错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看 今年动画节目奖 入围的有 动画节目奖 入围的有 邀国小学第二季 金硕硕的真相小组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 文化事业基金会 怎样 阿宁古大战想象虫 孟田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汉尾霹雳少 神木导 契合数位动画股份 有限公司 来 我们马上来揭晓动画节目奖 得奖的是 动画节目奖得奖的是 阿宁姑大战想象虫 恭喜你们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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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据以脑洞大开的故事情节 灵动逗趣的动画表现 把孩子最珍贵的想象力无限开发 带领观众在欢笑中成长 为原IP开创出新观点 细部难得的精彩杰出之作 很感动 非常激动 谢谢 谢谢文化部 谢谢金钟奖所有评审委员 对我们的肯定 阿宁姑至今已经走到第七年的时间了 谢谢大家 做动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我们非常努力 我代表孟田影像 以及我们的监制苏黎妹执行长 以及确定员工 非常谢谢 再次谢谢评审 谢谢大家 尤其我们要非常谢谢 一直支持我们的台湾作家 洛宇军老师 他的作品感动了我们所有的团体 然后以及也告诉我们家人 家庭有多么的重要 提醒我们在每个时间 每个地点都不要忘记 家人对我们的爱 永远都在背后支持着我们 谢谢大家 我们是阿宁姑集团 谢谢 好那我是那个阿宁姑 这个大大想象虫的导演 我想说做一个动画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它比较像是 在牵着一只蝸牛在走路 所以这时间非常漫长 那能够走到今天的舞台上 是非常不容易的 阿宁姑加油 加油 那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团队 谢谢我们在幕后 很多的制作的人员都非常辛苦 那我首先是感谢我们的配音员的老师们 这三位 是配那个小儿子 还有妈妈 还有阿白 还有端端 就是端端 那谢谢那个子盈 是我们的配乐 然后后面还有我们的动画师 瑞轩 还有凯婷 季真 还有佩轩 玉生 跟那个思涵 那还有两位 那个海猴 谢谢你 还有那个林斗 谢谢你 感谢你们 那我把我的荣耀归过上帝 谢谢 谢谢 谢谢